丰孝同是一名革命老战士,1927年在湖南省楼底是新化县凤家镇下团村出生,1950年,23岁的丰孝,同其吉祥印国家的号召应征入伍,并开赴战场,经过三年的烽火岁月,曾经朴实憨厚的农家小伙,成了战斗英雄,1953年,丰孝同随部队回国,素质过瘾,战功突出的他,成了一名中央的武警战士。 不久后他又被抽调到警卫团干部大队的一中队去了,后成了一代领袖的贴身警卫。 凤孝同跟主席的初次见面是在1954年,当时的凤孝同是个文盲,没读过几年书,主席还交代他要多学习文化,文化才是革命的本钱。 凤孝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,在警卫团工作的几年,是凤孝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,同时也是他成长最快的几年,先后被中央警卫团授予直起能手、技术能手、一级射手等荣誉称号。 1958年,31岁的凤孝同为响应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,他依然从北京回到湖南老家贫困的大山里,退伍时主席兵主他说,回家以后,不要摆架子,到群众中去,不要以中央警卫园的身份去调查,要和群众打成一片,关心群众生活。 回到湖南老家后,凤孝同严守纪律,没有泄露自己曾在中央警卫团的工作经历,更没有把自己的特殊身份告诉父老乡亲们,人们都只知道,他是一名副转军人,一名老战士,在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,也是咬紧牙关,没了杂粮就吃汤吧,没了野菜就吞神仙土。 即使如此艰难,他也一直严守自己的秘密,从没向组织说过任何的功劳,提过任何要求,一直如此风雨五十年。 凤老回乡半个多世纪以来,隐居深山劳作,但也一直渴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再到韶山,北京去看看,看看曾经的那位领袖。 2013年,在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,凤老的缅怀之旅实现了,他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,完成了毕生的夙愿,如今,年过九旬的凤老依然过着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生活,他严守军人机密半个多世纪,隐居深山劳作五十多年,曾经如歌的岁月,而今却自甘清贫,这才是真正的英雄,让人肃然起敬。